歡迎來到烏雲中燈火明滅 情風又到了每個禮拜一 來自冥王星的鬼燈獎 尾巴 王愷 為什麼要管閒事 哈囉 大家好 我是王愷 今天要講一個故事 是同學告訴我的 那其實他的鄰居 住了一個退休的老警察 我們叫他李伯伯 約莫發生在幾十年前 李伯伯辦了一個案件 聽起來是一個 非常普通的一個家暴案件 就是先生喝完酒回到家裡之後 就跟老婆吵架 就吃刀亂刀把老婆砍死了 這個老婆幾乎被知警 那把兇器菜刀也遺留在現場 然後現場滿是血跡這樣 這個先生他一直講一句話說 是我老婆叫我殺的 都是我老婆叫我殺的 可是因為現場刑犯 人也死了 這個案件就結束了 過了大概約末半年之後 李先生又拜到一個案件 是一個淹毒犯 去盜墓的時候被人家發現了 就拿刀也是拿刀砍那個 發現他的人 把這個淹毒犯抓回去之後 淹毒犯有一點神志不清 你不會問他說你家什麼名字 淹毒犯說 我叫李斌 李斌被想說是個女生的名字 而且這個名字怎麼聽起來 有一點熟悉 他就去再翻了翻 查出來了 這個李斌呢 就是在半年前被殺死的 那個老婆的名字 對 大概再過了一個月之後 又發生了差不多的案子 發生了一個搶劫 在超商搶劫 那這個現行犯被抓走的時候 到警察局 當然裡面就問他說 你為什麼要這樣做 他就說因為他那時候 回到家裡的時候 他身上的錢其實不夠 然後 但是他耳邊就傳來一個聲音 就說 其實你也沒有差多少錢 為什麼你去那邊 他不把酒賣給你 把他殺了你就有酒可以喝啦 最後他一心想說 好像也對喔 如果我把他殺了 我不但有酒 我還可以拿到櫃檯裡面的錢 後來李斌斌就說 你腦海裡面 那個聲音是哪裡來的 他就說我不曉得 但他有告訴我 他叫李斌 又是同樣的一個名字 這個叫做李斌的到底是誰 他究竟有什麼目的呢 你腦海裡面 那個聲音是哪裡來的 他就說我不曉得 但他有告訴我 他叫李斌 又是同樣的一個名字 他就趕緊的去翻一翻 前幾年的那個案件 因為以前的這些案件 不像我們現在 都是建立電子檔 手寫 但是當他要去翻 那些案件的時候 怎麼好像那幾頁不見了 他要去找當時那個 那一把就是殺人的那把刀 連刀都不見了 他就想說沒關係 隔天再問同事好了 那一天晚上他回到家 快要睡著的時候 他就覺得 耳邊有一個人在跟他講 他聽不懂的語言 一個女生 他就覺得有點發毛了 突然間 有人開始一直扯他的棉被 四四 四 這樣扯 他就趕快跳起來看 完全沒人 在躺下來的時候 一個女生的頭就在他面前 告訴他說 請你不要多管閒事 對 後來也不知道 經過掙扎多久之後 他就睡著了 隔天他到警察局去 想要再查這個事件 到證物室的時候 發覺 砰 一個門關起來了 但是他是人在裡面 人在裡面鎖 照理說 鎖應該是往裡面鎖才對 可是那個鎖是沒有鎖的 但他怎麼樣開門卻打不開 他就開始聽到門關一直 砰... 一直敲 他的背肌一陣發涼 他覺得不對 轉身一看 看到一個很熟悉的生女 就是那個幾乎 最快被肢解的女生 全身是血 頭髮極尖 四肢幾乎都快斷了 就站在他後面 他傻眼明說 只是對他傻笑 後來一傻笑之後 沒有多久 這個女生就不見了 後來因為找不到證物 這個李伯伯就去 第一個命案 這個小姐的命案的現場 那個家附近去打聽 原來這個被殺的女生 是一個從四川被取過來的 那 鄰居們都說這個女生 平時就很奇怪 喜歡去挖一些蚯蚓 去找一些蜈蚣 然後喜歡去人家的墳上 偷人家的墳土 大家都想說這個女生 他是在下谷的 但是也沒有證據 做到這些事情 那因為兒子 發生這個事了 李先生就覺得不對 他自己也看到了 就去找老師要做法 趕快去化解這個事情 後來老師就用紅繩 用什麼做了一個結界這樣 就做了一個晚上的法事 都一直收不到這個女鬼 那結界繩也斷了好幾次 老師後來說 因為這個女生 其實是從雲南搬到四川的 那在雲南那一帶 其實下谷這種事情 是非常非常的興盛的 他學的就是這些東西 他的教派相信的是永生 他的永生是 他的靈體永遠會在 但是他必須要死 他必須要靠去殺人的怨念 再來吸收這個東西 所以這個命案 才會不斷不斷地再發生 後來他們才發現 原來就是在警察局裡面 那一把菜刀 後來被警察裡面 警察局裡面的人 偷出去賣掉了 賣掉之後 剛好被那個毒販給買走 所以一直在延續這個事情 對 後來好不容易 老師就花了很大的力氣 才把這個女鬼給收了 這個故事要告訴大家 千萬 千萬要小心 不要被人家下鼓啦 可是這個故事告訴大家 菜刀不要買中鼓 對 跟我講的一樣 不然會出事 謝謝 謝謝 好 媽姐要跟我們分享的故事 是什麼呢 我今天分享這個故事是 聽過人家都說 我有靈異體質 或者是說我會有感應 所以妳有 不是 其實我以前有 但我現在沒有了 封起來 封起來 對 還是待會兒把妳打開 我要講這個女生呢 是因為她也是有靈異體質的 她跟她的朋友同學 在一起的時候 人家是 剛開始不願意靠近她的 可是因為現在很多的節目 都在講這些靈異的事情 那有的時候 就大家會對這樣的女生 就變成了好奇 跟 有的時候會對她 反而會變得比較受歡迎 熱門 流行時尚 對 當她的朋友都對她很好奇 然後又覺得她很棒 常常去哪裡都要帶著她 因為大家很害怕的時候 就要帶著她 她也覺得這樣滿好 開始她就會覺得 這個朋友有什麼問題 就跟她講 她就會去她家 我去妳家 我幫妳看 她就去她的朋友家幫她看 然後也許有的時候 就真的有看到什麼 她就會跟她說 妳阿嬤剛過世對不對 那一次這個朋友 真的是因為她家裡 可能阿嬤剛過世 她說妳不要怕 阿嬤還沒有走 那妳們要怎麼做 怎麼做 在家裡燒紙錢 或者是怎樣 把阿嬤送走 跟阿嬤說叫她要放下 這個阿嬤就走了 這家就平安了 以前她只是感應到 後來她發現 她慢慢可以看到影子 看到影子的時候 她看到形體 越來越清楚 她甚至可以感受到一點 這個靈界的這個人 要心情是什麼 那她就覺得 她自己也越來越厲害 她以為她 可以幫忙處理事情 剛開始只是幫忙 親朋好友的事 後來她走在外面 她發現她在路上 會看到一些遊魂 小孩子或者是 成人也有就是那種 就是有哀怨的 有需要幫忙的 那有的時候 比如說小孩 她碰過一個小孩子 就是一直跟著她 那她就已經跟到她家了 她沒辦法 她知道她這個小孩 可能想要的是什麼 她就會燒蓮花去度她 就在他們家燒蓮花度她 度完了小孩也 就沒有再看到 小孩子的影子 過一陣子她就看到大人來 反正就很多就開始 他們家就變得很熱鬧 她說她現在快要受不了 就是她坐電梯 她一按這個電梯 電梯門一開 她才一進去 這個電梯就 好像很多人一起衝進來這樣 電梯是搖晃的 開始知道很多人擠在她旁邊 她就開始慢慢有一點 受不了... 可是她的任職 都還是可以承受的 直到有一天 她經過了一個名勝古蹟 一個古蹟 比如說像什麼 像刺坎樓 或者是林家花園 或者是紅毛城這種 就是年代很久遠的一個古蹟 有一天她不知道為什麼 是跟朋友去呢 還是怎樣 就經過了那個古蹟 她走過去之後 她看了一個清朝的女生 裹著小腳 這個頭髮梳得好好的 一個清朝的女生 就衝到她的身邊 跪下來抓著她的腿 然後就說妳救我 妳一定要救我 請妳救救我 幫我的忙 那知道救什麼呢 她說妳一定要救我 她說請妳要忙... 我們這邊很多人 都過得非常的苦 我們被困在這裡 日子非常的難受 請妳一定要幫我們這樣 不但是這一個清朝的人 後面還有一大堆的黑影 她嚇壞了 她就趕快扯著就跑回家了 跑回家以後她就很害怕 她什麼也沒有做 因為那天她真的 第一次這麼害怕 就是碰到林家的朋友 這麼害怕 以前她看到都好像覺得 我現在可以看到了 她覺得自己很了不起 那天她真的把她嚇到 嚇到以後她就想 先睡覺好了 好累喔 因為人被嚇過以後 也是會虛脫 她睡 睡到第二天她就起不來了 她就再也沒有起來過 她就一直全身無力 躺在床上 不能吃 不能喝 不能起床 那他們家人就只好 把她帶去看醫生 就去檢查 照X光這個那個... 找不出病因 不知道為什麼 已經躺了一個禮拜了 也沒有... 也沒有發燒 也沒有什麼都沒有 就是但是也不能吃 也不能喝 也不能說話 也不能動 像植物人一樣 對...就很奇怪這樣子 其實平常他們還是會去 有去媽祖娘娘那邊拜拜 有跟陳老師是... 有很常來往的 那她的媽媽就想說 那趕快跟陳老師講一下說 現在為什麼是這樣的狀況 以前他們會覺得 這個女兒看得到 所以他們並沒有覺得很稀奇 就是說也沒有覺得奇怪 也沒有什麼 但是突然這個女兒 明明她看得到 而且她應該會避開 這些東西的 為什麼今天會變成這樣 媽媽也開始覺得很害怕 只好說那趕快去找陳老師 就把他死托... 火托拖到陳老師那邊去 陳老師一看就說 今天怎麼這麼熱鬧 全屋子滿滿的 沒有看過這麼多人一起來過 門口都... 門口都站滿了 都是遊覽車載來的 對 是那樣這樣子 這一大票站在後面 這麼多人出現 那麼多人出現 為什麼 因為那個其實是 就是她是已經很古老的 有戰爭的 有這個什麼的 那為什麼他們都要 跟著這個女生呢 因為他們知道這個女生 是有一點這個體質 可以看得到她們 可以... 所以她們有苦都來跟她訴 因為現在農曆七月要到了 他們希望這個女生 去幫他們譜渡 就是說要去給他們做譜渡 讓他們好過一點 所以他們都來 求這個女生幫忙 可是因為這個女生 其實她根本就沒有能力 去幫渡這些人 陳老師就跟她講說 我以前就告訴過妳說 第一個要把她 要叫她不要再去接觸那些 有靈界的 靈意的事 她說妳以為 妳看得到 但是妳並沒有能力 去幫助他們 可是妳一直在介入別人的事情 妳一直在處理別人的事情 妳幫她處理好了 但是 並不是消掉了 準承擔了 所以妳承擔了 這個小孩的 這個大人的 這個朋友加阿嬤的 那個... 其實全部都在妳的身上 那現在只是 又突然來了這個清朝 這一大堆的 妳根本承受不住 所以妳就垮了 就像陳老師說他自己 他說我也沒有辦法 幫人家解決 如果不是媽祖娘娘 答應的事 我通通不能做 因為所有一切的業 都是媽祖娘娘在承擔 跟我沒有關係 我只是一個傳話者 那陳老師就說 經過這件故事 要提醒所有的年輕朋友們 不要以為看到了 或者去隨便處理什麼事情 是可以的 那是不行的 就像我們前一陣子 分享一個故事 有人要把那個娃娃 要送走那個娃娃 或者要送走什麼福 或送走覺得怪怪的東西 就隨便自己拿著掛金 就給它燒了 以為燒化就送走了 其實那是不行的 恭喜大家 沒有... 都沒有看到 那應該... 我心不容易 等一下我歡迎包子鬆 包子鬆 小包子 閒聽陰間的怒吼在叫你 我今天要分享的這個故事 是我一個朋友 他叫小黃 一個女生 對 然後他是中部人 然後來台北工作的時候 他就在台北的一個 比較老舊的社區 然後他就選了一個 有大陽台的矮房的二樓 就是那種小閣樓這樣 他就住在那邊 跟男朋友一起住 他一開始住那邊 都覺得一切很好 所以有一件事情 讓他覺得很... 不能適應就是 每個月總會有一兩天 他們那邊會有一個人 就是突然像發瘋似的 鬼吼鬼叫 因為你知道嗎 自己又有個大陽台 那每次到了烤肉節的時候 朋友就說 去你家烤肉好了 又方便 又有個大陽台 然後裡面進來就可以 有冰箱 冷氣 有電視 所以大家就去他家烤肉 他說那一天他一直記得 時間大概才八點多 大家吃得正開心 喝得正開心的時候 放了一點點音樂 他就覺得 我是中部上來的 可以交到這一群好朋友 非常開心 就在這個想法 才出現沒多久 他聽到有人大吼 那個聲音就是 他說的那個 類似精神病的人 就在大吼說 你們到底幹麼 這個時候了這麼大聲 你們不覺得很吵嗎 能不能尊重一下鄰居 那這個時候 小黃他的男朋友就說了 我跟你們說 我們這邊附近 就是有一個這樣的人 精神不太穩定 跟瘋子一樣 大家不要太在意 他一講完之後 馬上大家又聽到 那個聲音又出現 什麼叫精神不太穩定 你才是瘋子 你在罵誰 大家就傻了 那小黃的男朋友更傻 我講這麼小聲 為什麼他聽得到 所有的人就開始覺得 滿毛的 然後大家就 小黃快受不了 他隔天就跟他男朋友 一起去找房東 問房東說怎麼會這樣子 那個人怎麼會 可以聽到我們說話 還跟我們對話 然後重點是 他還可以一連串 罵得到晚上十二點 那房東這個時候就 欲言又止 然後最後就講... 突然冒出了一句說 可能因為神明不在家 小黃 這句話講完之後 房東發現自己講錯話 又... 沒事啦 應該就是沒有人顧他 所以他可能病情 走起來這樣 中秋節過後 大概四五個月 然後一個冬天 然後那一天這樣 豔陽高照 然後他就 小黃那天放假在家 就覺得 冬天有這麼好的陽光 他就趁著那個陽光 那個下午就洗了很多衣服 有大陽台 那他在曬衣服的時候 他就發現了一件事 對面陽台也曬了一堆衣服 但是 你知道現在年輕人 一看到這個 他第一個反應是 怎麼會有這種事 他馬上就拿起來 對 他馬上拿出手機 轉到錄影模式 拿起來就要拍 妙的是他才按拍之後 他手機就死當 他發現怎麼會這樣子 然後怎麼弄都沒用 到最後呢 直接關機 然後等到晚上 男朋友回來的時候 他就跟男朋友說 這個手機掛了 你幫我弄一下 然後他就去準備晚餐 然後男朋友就在餐桌上 跟他一起吃晚餐 然後一邊弄手機 好死不死 男朋友真的把手機解鎖 然後開機 小黃這下子就很興奮了 就很得意跟他說 我跟你講 我下午拍到一個東西 超妙的 你趕快去看影片 看影片 他就按Play 然後就看到那個衣服 沒有耶 每個衣服都有在動 奇怪 然後他就發現那個鏡頭 就是他在晃 結果鏡頭拍到某一個地方 裡面有一個人影 最妙的是那個人影呢 還在那個手機裡面的影片裡面 慢慢轉過來對著鏡頭看 重點是那個眼睛裡面 然後男朋友一直說 刪...把他刪掉 小黃說就刪... 不行 我們拿去跟房東那個理論 搞不好我們可以 搬家的時候退領押金 結果沒想到 當天晚上 兩個人要睡的時候 大概十二點多 然後他們才躺上床 就開始聽到 那個發瘋的男子 又開始罵人 但這一次罵的 他們聽得非常清楚 每一句話 都先罵了他們兩個人的名字 先叫了他 再叫他男朋友 然後罵... 都罵一些說你們沒禮貌 沒禮貌 不尊重人 然後他們甚至聽到最後 有一句是 人家的女兒 不是來找人家 真的沒禮貌耶 半夜十二點多 一直罵到一點多 他們一點多 聽到這一句的時候 兩個人馬上躲在床上 動都不敢動 然後小黃就一直哭... 然後男朋友就拍他... 過了一會兒 他發現他男朋友怎麼不太動 然後說怎麼辦 他伸手去抓他男朋友 你怎麼那麼病 然後抬頭看 他男朋友已經閉起來 睡著了 他想說也對啦 因為從看到影片 一直到現在 已經折騰了五六個小時 他們已經快瘋了 小黃就這樣抓著棉被 然後靠著男朋友 然後就... 也不知道什麼時候睡著 然後過了幾個小時之後 他被他男朋友叫起來 然後他張開眼睛一看 天亮 小黃跟我說 他天亮了之後 他本來就要衝去找房東 沒想到他男朋友 把他叫住 我說那男朋友為什麼叫住 他說他男朋友 跟他講一件事情 讓他超驚訝 他男朋友說 昨天晚上你不是有說 我為什麼身體那麼冰嗎 你不是睡著了 你怎麼會聽到 我沒有睡著 我那個時候不能動 因為那個女的 躺在我的另外一邊 剛剛天亮她走了 我才起身 所以我才把你叫醒 所以他男朋友 從頭到尾都沒有睡著 他們兩個都快瘋了 你知道嗎 把身上家裡所有什麼平安符 什麼都拿出來 然後就放在身上 然後家裡擺滿 然後馬上拿著手機去找房東 然後去找到房東之後 一直跟房東理論 然後說房東我要退租 然後要給房東看影片 房東也嚇死 都不讓他們把影片打開 最後房東就是 在他們兩個一直逼著說 要搬走 搬走的時候 房東跟他們坦誠了整件事 房東說 那個一直在叫的那個男子 其實是他兒子 他就住在隔壁隔壁間的一樓 然後他說這個小孩子 其實從小就有靈異體質 然後偶爾看得到 但是一直聽得到 那孩子越來越大之後 就有廟裡的師父 宮廟的師父來說 你兒子這個有天命 所以房東就聽了 那個師父的話 想說就讓他兒子 跟著那個師父去修 沒想到 師父竟然是把兒子 帶去宮廟裡面 讓他常常被附身 然後藉此來問話 搞到後來他兒子 整個身體就是 常常被附了之後 趕不掉 被附了又趕不掉 宮廟的師父就跑了 因為他賺到錢就跑了 因為他整個場面失控 然後這個房東受不了 就覺得兒子在那去會發瘋 所以他就把兒子帶回來 然後找了新的師父來 然後師父告訴他說 你把兒子留在家裡 然後我請一尊神 幫你供奉著 然後神會來鎮壓他 等到一陣子 你兒子身上的那些陰氣 被神明完全地化解之後 我再來幫他做所謂的這個 這一概排解 讓他的這個體質 不要再那麼陰 然後他們就說 那為什麼他會知道我們的名字 然後房東就說 其實呢 神明是請來家裡沒錯 但是神明不見得天天都在家 上次說神明不在家的時候 就是他兒子身體空虛 外面的靈又會來附身 那這一次他兒子就是 剛好那個女的來 然後他們剛好拍到了照片 房東一直說 他們下個月的房租不收他們房租 讓他們再住一個月不用錢 但是小黃跟他男朋友 再隔一個禮拜 馬上就搬走 誰敢走 房東很好笑耶 這有什麼好招待的 對啊 收經費啊 搞鬼是不是 再招待一個月 你看 這樣看清楚 拍到影片為止 而且神明更好 神明 影片還可以寄來這邊 誰敢 還可以上電視 對 再下一個月 來 覺得這個故事比較恐怖 請亮燈 一二三 來 過關 好 謝謝 掛尾 好 靈異大問號 今天投稿的是哪一位小姐呢 來 她是水果 黃橘子 橘子 黃橘子 黃橘子 這一張是我要投稿的照片 那拍到的是我男朋友 因為那一天就是 我們兩個都放假在家 她就想說 妳知不知道那個新店山區 有一個那個叫什麼 幸福鬼屋 幸福樂園的地方 那那邊就是好像有滿多 鬧鬼的傳聞之類的 然後我就說我沒有聽過 那我也沒有去過 當下就想說 那這樣閒著也是閒著 今天就要帶我去這樣 就到那邊的時候 因為下了一點雨 我就說 不要這樣要爬山 那又下雨什麼的 上山會不會有點危險這樣 她還是堅持說 反正來了都來了 來一趟了 那大不了 雨變大了 我們再趕快回來就好了 這樣 在山下抱怨完之後 我一路上就 我不太想跟她講話 就走了走了 當我想要跟她講說 那不然我們回家好了的時候 她突然轉過來就問我說 我說 沒有 沒有跟妳說話 然後我說神經病喔 然後她就繼續走 走沒兩步之後 她突然就拿起手機 然後拍了好幾張照片 然後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她也沒有跟我講 她又再問了我一次說 妳確定妳一路上 都沒有跟我講話 我就說沒有 我整路都沒有跟妳講話 爬山我累得要死 然後她就也不說話 她就開始看她手機 剛剛拍的那些照片這樣 看一看之後 她突然就拉著我的手 就一直把我拉下山 一直到我們停車的地方的時候 然後她才把她手機給我看 然後跟我說 她剛剛在爬山的時候 可是她問我 我又跟她說沒有 後來她又繼續走沒幾步 她說 所以她才趕快拿出那個手機 去拍照這樣 然後她說她那時候 看照片的時候看到 所以她那時候才趕快 把我拉下山這樣 那我今天就是想要問那個 小蠟老師說 我們就男朋友她 是不是真的有 就拍到 遇到什麼事 對 拍到好兄弟 那她有沒有跟著我們回來講 究竟照片裡的人影 是真是假 稍後讓小蠟老師告訴你 有沒有跟著我們回來講 因為這個幸福樂園 好像有很多床 就是你只要進去探險 你就會聽到女孩子笑 或者是說曾經有探險 男進去十八個 那數人頭數出來十九 她其實拍到是一個 從這邊到這邊 一個站立型的 一個女孩子的人 對 女孩子嘛 她有很清楚的 那臉型有沒有 然後到肩膀這樣下來 她眼睛很可怕 眼睛很可怕 我的天啊 這樣會放大好清楚喔 恭喜你的事 我只在這邊看 好 我沒有在你旁邊 好 什麼 那在此呢 我也要呼籲觀眾朋友 就是說如果你們去以下的這些 譬如說探險地點 譬如說你們想要拍一些 靈異照片 但你不確定有沒有拍到 你只要打開相機 當你看到那張照片 你是會突然 那明顯一點的症狀 你是會暈眩 就這樣暈一下 或者是 你會突然有一股良意 這個時候要相信自己的第六感 對 這個時候其實都是在提醒你 來 請坐 放心 妳沒事 來 換一下媽媽 給你 眼睛的誓言 一起走下去 我有一對 非常有個性的情女朋友 然後他們兩個都很愛刺青 然後他們的穿著打扮 也是非常走復古風的 然後他們所從事的工作 也是跟服裝設計有關係 那他們兩個其實愛情長跑 已經達七年多 那就在去年 那男生決定說 好 那已經在一起七年 那他決定要跟這個女生求婚 然後一直到有一天 我半夜就接到那個男生的電話 他就突然很緊急打給我說 我覺得我女朋友好像瘋了 然後我當然會覺得 怎麼會這麼... 怎麼會有男朋友說 自己女朋友瘋了 我說幹嘛 你們吵架嗎 他說不是 他說妳可不可以拜託 妳現在來我家 拜託...這樣 然後當我到他家的時候 他的大門一打開 我就聞到一陣 很臭很臭的味道 然後我走進去他家的時候 然後那個男的 他是一臉就是鐵青的臉 看向我 然後我又看到那個女的 他在廚房 他在做菜 然後一邊做菜 還一邊哼著歌這樣子 心情很愉悅 那他看到我來說 他也是很禮貌性的點頭這樣 然後我就坐在那個男生的旁邊 偷偷問他說 妳女朋友 為什麼半夜在煮東西 而且妳幹嘛說他瘋了 他說 妳自己過去看 他到底煮的是什麼 妳仔細看 然後我就慢慢... 往廚房移動 我就看到他那一鍋 正在大火煮的那一鍋裡面 至少有三十隻以上的 死蟑螂 三十隻 然後就在那邊沸騰 然後我又看到他烤箱 他裡面有... 他旁邊有烤箱 然後我說在烤什麼 我就仔細的一看 不看還好 一看 那個就很明顯 就是老鼠的屍體 因為一坨東西之後 後面還有一條長長的引發 然後我就當笑 我就是很想吐 我就趕快跑回客廳 我就說 妳女朋友怎麼了 他說 我也不知道 而且他說 我就跟他講說 其實我剛剛一進來你們家 我就有發現 發現你們家有味道 他說 這個味道已經持續了好幾個禮拜 然後他每次一直在找 這個味道的來源 他問他女朋友說 為什麼我家裡最近都很臭 他女朋友說沒有... 那是因為後面的水溝 可能有水激在那邊 對 所以發生... 發出來的臭味 然後他一開始那男人 也覺得說 那可能是這樣吧 可能過一陣子就沒有 可是發現 這個味道是越來越重... 一直到他在那一天的 前一天晚上 他突然發現 他那個臭味的來源是在於 他那個廚房 洗手槽的下面那個櫃子 發出來的 他一打開 看到裡面有一個鍋子 然後上面有鍋蓋蓋著 他一打開那個鍋蓋的時候 他發現 天啊 這不知道已經放多久 都已經是腐爛的蟑螂 跟老鼠的屍體 他當下嚇到 他問他女朋友說 這是什麼 結果他女朋友居然 一臉笑得很燦爛跟他說 被你發現了 本來我想要煮大餐給你吃的說 然後當下我聽到 他男朋友在講這個的時候 我覺得怎麼這麼毛 於是我就跟他男朋友說 我們出去外面一下 我們好好聊一下 我就跟他女朋友說 那我跟他去超商買一下飲料 就那女的本來是笑得很開心 突然就一臉很陰生的 然後看著我們兩個就說 然後還拿著菜刀說 然後當下我們看完之後 就趕快二話不說 就趕快衝去超商 那衝去超商之後 我就問這個男生說 你女朋友這樣的狀況多久了 他說他認真想 應該是自從跟他求完婚之後 他的人就開始一直變 變得不像他原本 很像變了一個人 然後我說那 他除了這些詭異的舉動 他還有什麼 他說有一次 他記得他跟他去泡溫泉 他就突然看到他女朋友的背 跟他的小腿肚 有那種很明顯 很像 被人家拿長條那種藤條打 的那種瘀青 他就當下很緊張說 寶貝 寶貝 你怎麼了 你後面怎麼會有那個傷 他就說我不知道 而且我也不會痛 可是他男朋友看著他那個傷口 是感覺還在滲血絲 你知道嗎 那後來聊一聊天也亮 我們就趕快說 好 那趕快回去了 所以我們一回去門 一打開發現 他女朋友居然躺在客廳 像昏倒一樣 就躺在那邊 一動也不動 而且他旁邊還有 一攤像是嘔吐物 然後那個嘔吐物 裡面的東西就是 蟑螂 老鼠 就搖... 他幾下之後 他就有點迷迷糊糊的 傷開了眼睛 然後喊了一聲救命 他又昏倒了 那我們講說完蛋了... 趕快要送醫院 是不是吃了那些東西之後 然後引起腸胃 對...中毒 就趕緊送醫院 然後就跟醫生講 他剛剛吃了些什麼東西 然後醫生就幫他處理一下 然後打完點滴 就發現怎麼還不醒來這樣子 那當下那個男朋友 他也覺得說 不行 我覺得這已經不是 醫生可以處理的 他就趕快打電話 給他一個很熟悉的老師 他就跟他講這個狀況 他說你現在能不能來醫院 幫我女朋友處理一些 他好像遇到了一些東西 那老師二話不說 就趕快去醫院 那去完醫院老師 又做了一些小小的法術之後 那女的醒來了 可是他醒來之後的感覺 很像是他的靈魂被抽走 師父就說 這個一定要趕快帶去廟裡處理 因為事情沒有那麼簡單 然後我們就帶著他女朋友 一起到師父的那個廟裡 去處理 然後師父就開始做法 然後講一些 我們都聽不懂的話 很像在不知道 要跟誰溝通這樣 然後後來我就看到師父 很奇怪 他是 他把那個女生的 求婚的戒指拿下來 然後放在一個碗裡面 那個碗裡面裝得很像是 積雪的東西 然後師父又開始對他灑鹽 然後對他灑水 然後頓時之間 那女的好像靈魂又回來 他就突然醒了 醒了之後他就放聲大哭 然後就說 那個女生好可憐喔 然後我們當下都一頭霧水 後來師父在跟我們解釋說 他為什麼要拿下那個戒指 因為那戒指上面 有一個靈魂附在 有一個鬼魂附在那戒指上面 然後這個女的 她在生前 她們家很有錢 就千金小姐 而且那時候 她也準備要結婚了 可是就是在她 在結婚的前一天 她突然莫名其妙被綁架 然後被對方強奸 後來還被殺掉 她說 因為我會發生這些事情 都是我未婚夫所計畫的 她是主謀 她當初跟她在一起 她完完全全不愛她 她就只是想要 騙她們家的錢 跟她的嫁妝而已 然後後來那個女的 就跟我們說 其實她一開始 被她附身的時候 她就是因為那枚戒指 那個戒指是那個男的 他們很喜歡復古的東西 所以他們常常會去 那種二手的跳蚤市場 買一些這種東西 就不知道買到一個髒東西 那那女的說 她一開始被她附身的時候 她都知道她自己在做什麼 可是到後來 她覺得她情況 越來越不能控制 因為她覺得 這個女生好像有意要 把她男朋友躲過來 所以她那一天 其實她是在用她的意志力 她為什麼會昏倒在客廳 是她一直在用她的意志力 在跟她對抗 她說如果她跟她對抗 她昏倒了 說不定她就有機會 去到廟裡 然後當然這一期的事情 就是在師父收屋完了這個 所有醫師都做完之後 他們也預計在今年底 要結婚了 這是我的故事 我們整個節目 今天的終極就是告訴我們 不能買二手的 不能買二手 什麼都不能買 買二手菜刀 二手戒指 房東招待一個月也不要做 可以買了 先拿去做法 先拿去廟裡 這幹 買一個月 然後再去領 這樣 好不好 好 來 覺得這個故事 比較恐怖的請量等一二三 其實賣包子要知知知名 我的朋友的女兒 已經是二十五 六歲了 她長得真的很漂亮 她唯一的興趣 就是當背包客 到處去旅行 有一次她剛好碰到三年假 她講說三天 去泰國度個假 結果她上網的時候 一看有一家民宿 還滿漂亮 價錢非常非常的便宜 她就去了 老闆先接待她 很想這民宿其實還不錯 看起來整個還滿乾淨的 空氣也不錯 然後整個環境也很好 但是唯一的缺點就是 浴室廁所都是在外面 唯一就是一個房間 那房間整理得乾乾淨淨 整整齊齊的 然後她覺得最貼心的是 那個旁邊 她的那個床鋪的對面 那個櫃子 有一些那個熊熊 或是貓 還有一些那個大象 還有毛娃娃 這都是女生最愛的 因為如果一個晚上 一個女生這樣睡覺 感覺就是這些毛娃娃 在陪伴她 她就覺得還滿溫馨的 那第一天 她接著覺得沒什麼 第二天她起來 她想 是不是要到附近去走走 她就看到地圖 就是她看到有一個廟 一個古廟就在她這個民宿的後面 再過去 大概爬山一個多小時就到了 結果她一直爬... 排到那個山上 前面爬的時候還好 結果要快到廟的一半路的時候 她就開始覺得 全身都不對 因為覺得身體好重 要爬都爬不動 好像就有人壓著她 抓著她 叫她不要爬 結果她就想坐在那個石頭上 休息一下 摸著她 嚇死了 她一轉口 一看 是一個老伯伯 一個老人 那老人看起來就像 有點像和尚這樣子 可是他是一個泰國人 他就跟他講話 他跟他兩個人的雞同鴨講 他講什麼他完全聽不懂 他跟他說什麼 他們兩個比來比去 後來就有一個年輕人過來了 他就問那個年輕人說 那個老人家在跟我講什麼 我都聽不懂 後來那個年輕人 會懂一點點簡單的英文 他就幫他接起來跟他解釋 他一直說這個廟裡 這個類似的那個和尚 希望你不要去那個山上拜拜 因為你也到不了 他說為什麼我也到不了 他說 所以你這個會氣 是到不了那個廟 他心裡講 好吧 那不要去 就不要去嘛 到不了 那明天再去 因為他覺得很累了 乾脆也不要去好了 他就回去了那個民宿 他正要睡覺的時候 他覺得 他的棉被怎麼開始滑動 他的棉被怎麼往下滑 他就把他抓上來 然後他又要睡著 他棉被往下滑 但是奇怪 他倒是覺得 為什麼他的棉被一直往下滑 他就硬硬的 他想說應該不是有人 他就想不管他... 就是在這樣半夢半醒 半推半救的時候 他既然睡著了 也不知道發生什麼事情 好了 第二天天亮的時候 他一醒過來一看 他自己 他自己叫了一聲 因為他記得 昨天晚上他睡覺的時候 他睡衣睡褲明明穿得好好的 他為什麼睡醒的時候 他睡衣是已經往上拉 胸部等於跑出來 然後再看他的睡褲 已經被脫到直到下面了 那這樣睡得這麼不舒服 那乾脆等一下再去那個廟 拜拜好了 他說起來弄一弄通一弄 就往那個山上跑 結果他很奇怪 就跑到那個山 又快看到那個廟的時候 他又開始不舒服了 他又開始爬不動了 他又開始累了 開始噁心 又開始想吐了 他說奇怪 為什麼我看了那個廟的時候 我這些舉動就來了 結果他想說 昨天那個年輕人出現了 那個年輕人出現的時候 在看他那麼累 那個年輕人出現 倒了一杯水給他喝 喝了以後他比較緩和一下 他就用英文去跟那個人說 我想去拜拜 可是我為什麼都到不了 我很不舒服 我昨天一直很不舒服 我很想去拜拜 那個年輕人跟他說 你真的很想拜拜 好 我帶你去好了 你就跟著我來 他就跟著那個年輕人 就比較好了 就是剛剛喝了那個水 然後就跟著那個年輕人 走到快到那個廟之前 因為他會覺得那個廟好奇怪 為什麼地上全部外面 都鋪一些白粉 他想廟就是廟 對 就是好像砂那種 粉末那個白粉 鋪了那個門口都是 他想奇怪 為什麼一個廟要鋪這種東西 他也沒想那麼多 他就跟那個年輕人走 走過那個白粉之後 他就有看到他的腳印 看到那個年輕人的腳印 結果他一回頭 怎麼還有好多腳印 他們兩個的腳印在這邊 為什麼這邊 還有好幾個人的腳印 那年輕人就是跟他講 因為你跟著一些 好兄弟跟你來的 好兄弟跟在旁邊 好不容易到了廟 這次能有機會擺脫他們嗎 那年輕人就是跟他講 因為你跟著一些 但是他們到這裡 他們已經進不去了 你可以進去 他說趕快進去 他就跑進去那個廟裡面 就看到昨天看到那個老伯伯 坐在那裡 對 他那個年輕人就說 就跟他講 你有什麼事情 去請教他好了 他可以幫你解釋 你如果聽不懂 我幫你翻譯 他就趕快看了那個老和尚 他就跟他講 我昨天... 他大概講一下過程 給他那個老和尚 他閉著眼睛 一直聽... 聽完之後 那老和尚就跟年輕人講 泰語講完以後 他跟他講 他說 你不要再住這家民宿了 他說 他說你不要住這個民宿 因為你住到這個民宿 這個老闆心素不正 因為他養小鬼 又養色鬼 所以這個很多髒東西 都已經在那附近了 他已經有跟著你來了 所以他目前沒有要你什麼 但是你自己要很小心 如果你在那裡 可能你人命都沒了 你要趕快離開 他一聽 就連滾帶爬地 回到了他的民宿 就趕快去整理東西 因為你聽到那個 已經嚇死了 就是他整理東西 整理太快了 就把那些熊熊 那些小巷 那些他擺的那個 毛娃娃就打翻了 打翻以後他一看 哇塞 那些毛娃後面 旁邊都擺了好多公仔 就是養了那個小鬼的 那個養的人 放了好多那個小小的東西 然後他就打一看 還有那個什麼 攝影機 還有針孔 我想這個老闆怎麼那麼壞 你養小鬼 養色鬼 就說你還偷虧我 結果回來之後 他以為沒事了 結果沒想到 回來以後 他就開始人 每天都不舒服 因為他覺得 他晚上要睡覺的時候 就是有人在看著他 結果他去廟裡拜拜 那個老師後來就跟他講說 他說 你這個事情是在哪裡發生 他說我在泰國 我在泰國發生這次 他說好 既然你在泰國發生了 你現在在台灣 現在很多地方有四面佛 你趕快去找一個四面佛 你買一些水果 或者是什麼什麼 去你跟四面佛說 你在泰國發生所有的事情 你要求祂幫助你 化解這件事情 他就真的去找了一家四面佛 然後就跪著 求那個四面佛 我把這個經過講完之後 大概過了幾天 他就慢慢... 沒有那個晚上睡覺 有人看著他 壓著他 因為那些人 都已經被四面佛 收走 帶回去了 就這樣子 那這樣子他很不習慣 還怎麼晚上沒有人看我 怪怪的 來 覺得這故事 比較恐怖的請量增 一 二 三 好 頒獎 收在你 麻煎一下 讓我來了 不要 當你 這個轉一轉風很大對不對 他陰風來把他吹回去 不要 你還會吹 有一隻不吹 好了 各位 大哥的比較 對 故事講完了 好 豬兒莫坐 是一豬 不明來歷東西 不要亂收 真的 你可能搞不好 你搞不定它 今天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